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,双北等四斗公共自行车实施第三人责任险或伤害险,中市议员谢志忠,蔡雅玲与张玉燕金在议会说,Abike每日使用高达2万人次,安全不能等,要求配合花博同步家宝,交通局长王毅川当场同意,第三人责任险先行,一年约300万元谢志忠说, 市府自行车369计划,规划今年暑假Abike点达300站,车道600公里,9000辆,累计租借次数于1600万人次,平均每日高达2万人次使用,以城市民高度依赖的交通工具,应进一步保障骑程安全,推出保险机制。 谢志忠表示,北北桃公共自行车6月推行第三人责任险,高雄则投保伤害险,前者为保障他人因与Bike所造成财产及身体的损伤,后者则保障歧视自身,推估台中二种保险经费一年约是300万元,100万元。 判今年就推动,蔡雅玲,张玉年主张,台中推动绿色运输,Abike是相当重要的一环,安全不能等,而且年底世界花博就要举办,届时一定有更多人使用Abike,市府应加快脚步,并配合年底世界花博同步加保第三人责任险,伤害险。 王毅川表示,为兼顾民众使用Abike效益及保险内容完整性,将参考北北桃办理情况,与保险公司讨论争取,第三人责任险将在花博前推动。 伤害险涉及实名制问题,高雄也有限制其长年纪,身高,市府将进一步评估,也希望能够投保。